五月天人生無限公司 從2018唱到2019陪大家跨年 6號最終唱到了最經典的點歌Part 台下歌迷準備各式各樣的道具 其中最鮮豔的是 有個工作人員拿著勇氣的牌子 讓瑪莎尷尬的笑了出來 下一秒阿信就清唱這首歌 全場歌迷大合唱 但沒想到現場提字機 竟然出現勇氣的歌詞 讓阿信納悶表示 五月天演唱會為什麼要準備梁靜茹的歌詞 瑪莎對著工作人員和 反正年終快到了 如果瑪莎跟你同意做 我就把雞頭對著你 這突如其來的梁靜茹事件 掀起全場最高潮 讓全場爆笑到不行 心疼瑪莎三秒鐘阿 非凡娛樂整理報導